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放空 放空 音乐与王者 音乐王者 好 来 下一个 三 二 一 谁啊 谁啊 都没有变化特别大吧 因为大家都 我们还是我们 没有变化特别大 对 这个是我们要在节目里说的内容 可以大家观看一下炙热的我们 被火烫过 我火烧眉毛 我也火烧眉毛 就小时候小孩在一块儿会玩火嘛 那一定不能学啊 打火机 然后就蹦一爆 然后头发直接全烧光 眉毛也没了 烧锅了 你那个汁是炙热的炙是吧 下炙光 下炙光 我正经说一个 我觉得我小时候最炙热的一次就是玩那个赛尔号 然后把那个哈莫雷特打败了 两天没睡着 只要等那个蛋孵化 熬的眼睛 创作赢吧 对就创作赢了 我这也就烧眉毛 你自己烧 我就直接这样子点点 然后就直接烧 没有没有那个时候还不流行这个东西 叮叮叮 哎呦 这很学问为什么这傻呀 明显的傻呀 那我就说 哈哈 说到那个时候还不流行 还是流行的发气 我就我就只有烧眉毛就 哈哈 就可能 把眉毛燃烧吧少年 就是当时最早 选择去海外吧 我觉得应该是 好大厉害 哈哈哈哈 最炙热的时候就是 第一次后空翻成功 那会儿感觉全身都特别热 感觉 嗯 哪三确实 大型的 嗯 我最炙热的事情就是做这一行 我最炙热的事情就是玩HIPHOP 就是野日创造营吧 我做的每一件大事都很炙热 就是 基本上都容易把我给烧伤的那种感觉 你做过什么大事 啊 就是 从 不不不不就是就是这种啊 就是经历吧算是 是什么哪种 你怎么 不是我这个椅子一会儿 不是不是你听我讲 这样 这样 不是 这样 你听我讲 老 这样 你听我讲 你听我讲为什么 就是我这个椅子 我说着说着不知道为啥就这样 然后我这边说着说着就这样 然后我得靠你们三个人 对啊 我得靠你们三个这块移一下位置 然后正正一点 然后有的是靠你往这边摆一下 好的 至热的 OK 至热了 对 说到哪了 这个 至热的事情 对 就是容易烧伤的那种感觉吗 是哪个大事哪个 那对 对对对 从我刚开始出来的那一天 开始 出生的那一天 就是 出生的那一天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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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说了 说不下去了 算了 算了 以后有自己的采访的时候 我再说吧 野哥 你说完 算了 我不说了 你说完 我都忘了 我都忘了 你说完 野哥说完 没有 我真的忘了 我真的 野哥不记野哥 我真的 你说个大事哪个 先大事 来 3 2 1 我真的不记得我要说什么了 生气了野哥 没有没有没有 我真的不记得 说 你在干嘛 你在憋吗 我的人生一直都很热 烫头 烫头 烫头发 我们不放狠话 这是我们最大的狠话 那这个怎么能告诉你呢 太多了 我没记住了 秘密 这是秘密 这是 这是我们的商机 嗯 我们每个人 想要的歌都不一样 怎么说呢 挺好的 上网 你怕 抓上网 热了 这秘密 那爱我还不爱 不发索 我 每块张是里面放的 我们用我们的身体 为他们铺了一条道路 下面第三个 我修的是那个窗户 让他身体铺了一条道路 这会吓人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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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眼睛看能不能成吧 我该怎么看呢 也太冷了 网络鬼才 当时我问过这个问题 我说为什么我们这样 他说因为这几年就是行情不太好 我们只能这样 然后说女生到时候明年也不会差太多 最多就比你们好吗 一些些 这一些些怎么差距那么大 我很小的时候因为长得好看 所以英文老师说 Erik都是长得帅哥的人才会用 所以给我取了个Erik 你是不是在百度上 所有的长得好看的人都是名 真的 那个老师就他说 就长得好看的人 一般都用Erik 然后就给我叫Erik 但现在不叫Erik 现在叫 X-Light 现在叫X-Light 无限的光 小的时候那个英文名叫 David 我小时候也叫David 是吧 我现在想改名 他复合呆吗 然后现在想改名 改名叫S-T-A-K 那叫S-T-A-K S-T-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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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叫S-T-A-K 那叫S-T-A-K 我要改成S-T-A-K S-T-A-K 英文名就是Van 对 我是Davis Davis 我是Ivan耀 I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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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南博万 我叫Yijibang Yijibang Yijibang 我叫Yuro Yuro Yu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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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秀实 你叫Yee 大家一起不认为开语 对吗 我们当时 我们当时拍摄了一个MV的时候 我们七个家门 就是各个班 你们有没有 然后我们问野哥你有没有英文名 他说有 Ye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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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我们来说是第二个创作人 我们会尽全力 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这个节目 因为他不只讲的是WISE 是讲的很多团 不管是男团女团还是乐团 他都是一个在这个市场对团的一个新的诠释吧 然后希望大家都去了解这个事情 也多多关注所有人 谢谢